一分半钟带你探讨传统付款和扫码付款的差别 现在的我们,无论去到哪里用餐,基本上都会看到餐饮店的柜台上,贴着,我们接受某某扫码付款 这不仅是方便找零,更是因为可以让顾客体验更好的餐饮服务 使用扫码支付比起现金付款,也让消费者们拥有了满足欲望的心理作用 因为它可以让顾客看到不到真实的货币 大大降低了支付巨额的痛感,因此在心理上就会更加的用餐愉快 除此之外,扫码点餐可以有效降低成本 店家为了应付店内在高峰期攀升的用餐人数 以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,增加服务人数几乎是没有选择中的选择 但扫码点餐通过引导顾客自主点餐,求账来减轻人力 点餐的压力,减少不必要的人力支出 还有,扫码点餐可以带来更好的就餐体验 在用餐高峰期,点错单,漏单转机不是家常便饭 此外,赚筒的点餐模式中,顾客用餐完毕 还需到收银台结账,可能还需要排队 扫码点餐鼓励顾客自主买单免去排队烦恼 不让买单这件小事影响就餐体验